专门研究加州地理的加州地质调查局 今天公布一份初步的 大洛杉矶地区地震断层区地图 其中显示包括好莱坞地区 蒙罗维亚 杜瓦迪 阿塑萨等等地区的人口 以及商业稠密地区都在地震的断层带上 加州地质调查局建议 建筑开发商以及政府单位 应该以此作为是否进行 有人为活动开发计划的依据 以免在大地震发生时 造成大规模的伤害 从加州地质调查局所制作的地图来看 用颜色标示出来的 就是地震断层带地区 而其中不法商业活动频繁 以及居住人口稠密区域 像是世界知名的娱乐之都好莱坞 就是在地震断层带上 标签会可以进行 未来的发展或有任何提供应用 有任何提供应用 他们会可以进行 区域的区域 进行固定区域 他们会可以提供更精彩的研究 加州地质调查局表示 公布这份地图并没有任何强制性的约束 因为这份参考资料主要是用来提供开发商 以及政府单位在进行开发计划上的考量资讯 至于一般民众借由了解这一份地震带地图的资料 有助于他们为可能发生的天灾做些准备 加州地质调查局表示 今天公布的是一份初步的地震 断层区地图 最后定案的地震断层区的地图 会在7月份出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